株是世界上生长速度最快 生命里最强的植物之一 全球株林面积约2200万公顷 中国占三分之一 是株类资源最丰富的国家 来自可知序和森林委员会 森林经营认证株林的株材料 是公认的生态友好的自然资源 一种以竹子为基材 树脂为胶粘剂 采用无硬力缺陷的弧形缠绕工艺制成的 生物机压力管道 竹缠绕复合管诞生在杭州 革命性突破了竹材的传统应用领域 搞了几十年的管道产品 无论水泥管 干管 还是塑料管 原材料呢 都是石化 或者化石 这样子不可再生的资源 所以我一生在想 能不能够寻找一种可再生的 可降解的原材料取而代之 这项世界首创的技术 在中国得到了林业 水利和建设行业的高度认可 已进入规模化产业发展阶段 在湖北 襄阳和山东 林夷等地建成生产基地 未来规划产能将达到年产量一千万吨 应用于市政及排水管网 农田灌溉等水利输送领域 竹缠绕复合管道具有耐压强度高 耐腐蚀 绝缘 保温性能好 综合造价低等优势 竹缠绕复合材料不仅可生产制造成压力管道 管廊 也可制作压力容器和大型储罐 产品原料70%取自竹材 自然可再生 如果到2025年替代全球20%的焊接钢管和10%的聚乙吸管 每年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6300万吨